为了凸显台湾官僚造成人权迫害及信仰自由的严重问题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 法税改革联盟 以及平反一二一九行动联盟 日前共同举办了寒冬送暖响应国际救援行动 让台湾更好记者会 受到了各界人士支持并且站出来声援 了解到我们太极门 他是习武修行 但是更重要他一直在推广爱跟良心 我们像全世界人说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真的非常肯定的百分之百的讲 只要太极门这件案子公开在全世界 台湾会颜面尽失 除了国内各界的共同响应全球致命人权杂志 寒冬的执行编辑马可·莱斯宾蒂 也透过影片表示 太极门案和全世界密切相关 他们面对不时指控的迫害 长达25年令人难以置信 在记者会上跨国深远的 还有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马希默 英特罗维吉教授 他指出这样的宗教迫害问题不解决 会严重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 主办单位表示 借由这次的记者会 希望能为各地受害者发声 并且呼吁政府解决问题 让台湾更好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我会订成